08 斜板造型实体 好,来,那这边呢,我们先把 这上面跟下面这两个实体先画出来 那因为这边是等角式图,所以我们要画在 from面上,所以这里呢 点选草绘 from面,草绘 然后我这边先拿一个矩形,画一个长方形 好,然后再拿直线 好 好,这边呢,绘制 好,跟它一样长 跟它一样高 好,不一样高也没关系,等下再设定就好 好 那这里呢 好 这一个要等于这一个 好 然后呢,这一个要等于这一个 好,然后呢 这边的尺寸 第一个,这边的距离 第二个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好 OK 然后呢,还有 这一段的距离 好,完了之后呢,框选起来 右键 修改 再生拿掉 再生拿掉 来,这边 这边 距离 三十六 三十六 这边距离 八十七 这边的距离是 十一 好,确定 好,那刚才这边少了一个标注 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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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是 直接改这里就好 好 这边是 一八五 好 好 那完毕之后确定 Ctrl D 好 我们做 隐身 好 隐身距离多少 六十二 好 确定 好 那 这两个 就这一层跟这一层 那 做出来之后我们要做这个 可是这边告诉我们 这一个点到这里是六十 所以我们做一个平面 这一个 好 往这里 六十 确定 好,然后这边我们产生一只走 好 好 完了之后呢 来 因为我们要画 这一个面 那这个面跟这个是夹三十度 那我们要把这个面 画在 在这个走的垂直面上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 以这个点 做出跟这个方向垂直九十度的面 所以这里呢 一样选择平面 这一只走 跟 from面 好 好 那这里呢 我们要做 跟他切九十度 跟这个切九十度 所以这边正三十 所以这边要打 负的三十 好 负三十 所以按确定 好 完毕之后呢 炒绘 这一个面 好 按 炒绘 好 好 那这里呢 我们 点选 直线 好 这边先参照 这一条线 这个边 好 好 然后关闭 直线 这个点 到这里 然后过来 再跟他水平平行 好 通闭起来 好 这一个 好 那这里呢 他的要求 这边要一百三十五 踢 踢这边的厚度就十一了 所以这里呢 这里到这边的距离 还有这里到这边的角度 好 所以这里是十一 然后 这边的角度是 一百三十五度 好 打勾 好 Ctrl D 好 那这时候我们做隐身 这个面 然后反向 双向都是指定到下一个面 好 Ctrl D 好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边跟这边删掉 一样 炒灰 这个面 炒灰 然后呢 参照 这个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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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这两个边 好 完毕之后呢 关闭 平面 显示 关掉 拿直线 这里开始 绘制起来 好 然后这里 好 确定 Ctrl D 然后引申 做除料 然后选择贯穿 好 这边记得 双向要做贯穿 不能单向 好 双向做贯穿 好 这样就完成 这个造型的部分 好 然后这边我们要依照这边来做 这边 半径是12 这边也是一样 这里 所以这边要倒圆角 半径12 好 然后这个边 Ctrl按住 这个边 这个边 跟这个边 确定 好 炒灰 这个边 好 然后呢 这边 基本上都是同圆心 同圆心 所以直径是12 所以这里呢 我们选择 圆里面的同心 点一下这个边 按一下 跟它做一样大的圆 然后这边改成 12 好 Ctrl D 确定 隐身 反向 除料 做贯穿 好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好 选择 好 一样 做贯穿 好 来 然后坐标系 是在这个点 好 所以坐标系 选这个点 好 S是这个线 Y是这一个 那SY都要做反向 确定 好 来 那题目第一题 问我们表面积为何 好 所以表面积 是 这一个 好 第二个 S轴 是这一个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更改尺寸 好 好 好 更改尺寸的 部分呢 好 啊 这个平面的部分 右键编辑定义 这边要改成 35 好 确定 完了之后呢 这边的 隐身这里呢 角度 改成130 然后厚度是 改成10 确定 好 Ctrl D 然后这边的厚度 也是要改 所以这里 所以这里 好 确定 Ctrl D 好 好 来 那所以他告诉我们呢 体积为何 这一个 来 体积是这里 好 好 然后呢 S轴坐标是这里 好 AB两点 A跟B这两点 距离为何 好 好 测量 A是这一点 Ctrl 净按住 B是这一点 所以距离是这一个 好 以上这边是408题